美国人虽然实现了登月,但是关于他是否登月的疑问,是一直没有听过的,一直有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,比如说在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旗帜在月球上飘动,但是根据常识,我们都知道,月球上是没有空气的存在,也没有风,那为什么旗子会像被风吹动一样? 正是这样的疑问点有很多,所以是引起各方媒体的讨论,好多人就说到美国登月,其实这是一个骗局,但是实际上,月球上的旗帜,也是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,首先,Mercy还考虑到月球上没有空气,所以在旗杆被设计时,旗杆,无论是形状还是材料,都采用了特殊的设计,使得旗子总是可以展开, 当然,月球上的旗子并没有被风吹倒,这就是惯性的原因,首先,宇航员搖动旗杆,旗也会摆动,但月球上没有空气,所以没有所谓的空气阻力,因为惯性的原因,所以它总是处于波动的状态,造成随风摆动的错觉,因此,即使到了该形式的时候,它仍够处于颤抖状态, 在图中,我们认为旗帜还在飘动,但事实上,它已经停止了,当然,也有许多类似的问题,例如,有些人问他们为什么看不到图片中的星星,也有可能解释月球着陆是在白天进行的,所以它会更强大,恒星自身的光也较弱,而在闪光灯中更难获得恒星, 关于脚印的图片也更加嘈杂,有人说,当航天气逐落时,灰尘应该被吹走,而不是这样一个清晰的脚印,但灰尘并没有被吹走,主要是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,但它只是宇宙飞船中的尘埃,吹走了,周围的灰尘保持不变,许多人说这次登月,实际上是在好莱坞的一个场景中进行的, 但毕竟月球上的人还是少一些,缺乏理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